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今天是2024年11月24日 又是美麗新香港樓市速遞的时间 尹江的歌曲是这样唱的 你阿妈大减价, 亿你阿爸 今次不是你阿妈, 今次是面粉 面粉大减价, 亿你阿爸 东涌站第一期, 大家记不记得 前几个月前是楼标的 现在政府把地皮剥小 而楼面的地价便宜到一千元一尺 今次真的太减价了 现在的半身盘真的越蝕越多 屯门有一个半身盘, 雨半山 六年来说, 已经是蝕了41% 我想暂时来说, 如果半身盘 以这个雨半山是最惨情的 而今天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二手成交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集的量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订阅 请帮手订阅, 请赞好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手看完广告 多谢大家支持 如果大家很记性, 港铁东冲站第一期 去年11月招标 竟然录得零入标 之后, 港铁重新把地皮再拆小 今次的招标 由这个发展商支付固定的前期费用之后 再以分红的比例是缺勝负的 但今次发展商比出来的前期费用 就大幅减少了 我们就计算可以建造到的 住宅楼面的地价是32.29000 每平方尺的地价 就由1500多元差不多1600元 就大幅减少到1000元 即是跌幅有35% 现在东冲站第一期 就预计可以提供600伙的住宅 今次涉及了两栋大楼 而整个项目可以分7至8期发展 综合多加一个測量师的股算 市场对这幅地的股价 就介乎3.2亿到8.1亿 现在每平方尺的地价 就介乎1000元到2500元 亦都比首次招标时的股值 就下调了38%到50% 地价就下调了38%到50% 即是换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政府已经密认了 现在香港的楼房 或者地价就不断地下跌 到现在这一刻 就跟去年比起 已经是跌了38%到50% 那我们计算一下 可以这幅卖出多少钱 现在它的地价就1000元 因为它不用报地价 这个港帖负责 再加我4000元建筑成本 因为它不需要蓋任何的设施 那就是5000元 如果当日是买7000元的时候 即是有2000元利润 即是港帖和发展商就分了 简单来说 如果它卖到7000元 已经是有2000元利润 如果它卖到8000元 就有3000元利润 港帖和发展商就可以分了 大家看真知 其实这幅地 买100元以下 其实都是有钱赚的 而港帖肯将地价大幅减到38%到50% 亦都说给发展商听 接下来政府批出来的地价 亦都有相同一个减价的幅度 今天各位观众 就不用那么心急去买房 反正接下来的地价都不断跌 楼价亦一样跌 好了 现在看一个屯门的竞舍 一个半身盘 这个半身盘就是御半山 如果大家观众很记性 我经常都跟大家说 买了御半山的业主 现在估计出来 都要输2.3成 但今次这个成交 就不止输2.3成 是输41% 为什么这个单位会蚀这么多呢 其实就是因为楼市 继续向下跌 我们看看这个单位 今次成交的单位 就是屯门御半山 1B坐高层D室 上面只有377尺 在一个1房间间 这个业主在2018年高峰期 就是以699.7万买入 应该是一手买入的 原本去放盘 都算是480万的 一路都是等 都没人买 最后就是以415万沽出 这个业主持负六年 今次转售一个账面 就蚀了284.7万 期间这个单位 就是贬值了41% 如果计算买单位的离任费 和这些代理的佣金 其实选手 就超过310万 很明显 香港楼市 现在没有好消息 而坏消息 就一个接着一个 明年就更加多 所以如果真的 大家还不是不放楼 就好像这个雨本山 越蚀就越多了 现在雨本山 由两三成 就去到三四成 再迟些 可能去到四五成 未来的市场 已经告诉大家 今天大家怎么做呢 就各自定夺了 好了 你看看三大代理 这个周末 这个成交中数 周末 包括了星期六 星期日 中原六中 美联八中 利家国也是六中 而现在二手成交 越来越少 真是怎样 惨不引导 好了 看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中原地产十大屋苑 本周末两个日 已经只有六中成交 即是按周 就持平 上周六中 当中 有六个屋苑 零成交 包括太古城 康夷花园 海夷花园 美孚新村 新都城 和沙田第一城 好了 我们再看看 1Q青说什么 中原1Q青的场面结 就说了 因为这个市场 很淡 因因因素增持 一方面减息带来利好 另一方面 地缘证局的紧张升温 未来形势充满变数 最近金融市场亦有波动 令到买家入市的态度 就变得审慎了 加上这个年尾发展商 就加快出击 何时有出击过 都没有加快出击 本周末 就说到东和洪水桥的新盘 首轮消失 均录得理想销情 不过101 才卖得101伙 而这个汇都二期 又是卖得40多伙 原来这样叫理想 真的行 哈哈哈哈 就抢他不少购买力 令到二手市货受压 这个是陈弥杰说的 就不是人家 好了 我们来看看米粘物业 米粘物业 米粘物业统计 周末两日十个屋苑 成交中所有8宗 比起上周的11宗 就回落了27% 属三个周末以来 是最低的 而另成交屋苑 就有5个 分别是康宜花苑 可以半岛 例如说 新都城 和沙田第一城 至于为何二手买这么差呢 布少明说的东西 和一Q清的陈弥杰 一模一样 又说新盘 就拿了二手的购买力走 我发觉 一Q清的陈弥杰 和布少明说的原因 是一模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专人写稿 一鸡两尾 就派给中原 和美联 好了 我们回到大埔的白石角 看看加瓦的本身盘加熙 大埔加熙一间两房 就以550万逆手 上手业主持货六年 今天贬值了32% 今次成交的单位 就是大埔白石角加熙第一座 中层私室 单位面积就是455呎 是两房间隔 最初业主开价610万 最后只能以550万估出 平均的赤价跌到12000元 看看资料 业主在2018年6月 以814万 买入单位 现在持货六年 现在转售 就涨了264万利场 单位期内贬值了32%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在2018年6月买呢 因为当年还有三年 其实在21年6月 已经是93年可以买的了 21年6月的楼市未到最高峰 8月才是最高峰 如果在6月的时候 一一解锁的时候 他去买呢 我相信他就算不赚得多 也不要像现在摄到32% 那么夸张 我觉得这些就是 看好的事 龙市了 还不是看好的 每个地产经纪 还会告诉你 市会上的朋友 叫他们不要卖 卖了卖不回 大家是否经常听到这句 自住楼就不要卖 卖了卖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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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钱有什么卖不回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业主 错失了一个最佳出货的机会 好 我们回到这个屯门 看这个屯门市广场 有个投资客 在这个市价 就卖了一个中层的两房户 这个原业主持货 十年都要输一百一十万 今次成交的单位 是屯门市广场 一座中层D室 实际面积是三百一十八尺 一个两房户 有一个拘落的投资客 就忠诚这个单位 内容的装修比较新鸣 就不用点花这个装修费 就即可放租 加上业主就想尽快收出 所以就可以大减给他了 最后大家拍板 就是以三百五十三万 就买入这个单位 实用面积的赤价 就是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六元 也是属于市价成价 如果用现在的租金 大约有一万一千五百元来计 租金回报就是三点九厘 三点九厘表面不是挺好的 有四厘 但是四厘是否实际收了 你还要交税 那你又要交管理费 又要交差响 而且屯门那边还有地租 即是实质率落袋 有没有两厘就未知了 如果这个物业 你不是负费买回来的 你是贷款 贷款利息都三点多 你其实每一个月都是在输费 以前我们买楼收租都是输费的 但以前输费因为楼价上升 楼价上升可以弥补到收租的损失 好了 但现在如何 楼价不上升 还要下跌 那其实是否就是双重损失 我觉得现在去买楼收租的人 是非常笨的 好了 再一个星期 11月过了 剩下2024 剩下最后一个月 12月 大家要把握时间来输货 因为这次真是最后一个屠生门 铁达尼好像一个图画那样 都在沉着 如果你还在沉船上 你不上航艇 真是神仙难救 这两三年 其实上帝给了很多次机会 大家走货 大家都不会把握 到时真的一个亏损 一个巨大的损失 大家就不要怪上帝了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看 拜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